第一次去辅射区亏了个几条天 我不信仙 今天必须打坐一次 不过路口这里不太平 声音哭了 先勾勾勾勾勾 BOSS那边还没人去 哨塔上的人机还在 人出现了 偷偷摸摸的 狗平 虽然有点危险 但还是忍不住铁包 粉色的 应该有金屎枪 有几包啊 还行吧 感觉现在可以进地铁了 就在这时子弹从耳边飞过 被人丢上了 房子里也有 还记得我之前在房子里被人炸成炸吗 今天 我也让他尝尝流扣弹的威力 完蛋 不被偷袭我也死定了 因为这该死的网络又在加载中 大家都用了什么加速器啊 啥也没掉 这次我直接进地铁 箱子都被人开过了 来得有点晚 这里还有盒子 已经发生战斗了 最后进去的肯定只有一个人 那我进去最多也就是单挑了 不怕的 这是第二次进幅射区 小怪都被打掉了 附近 你听 他在发射信号桥 在这里飞机也会来吗 刚刚很变 就在停速馆 把能量打麻 把造就全滅了他 看见了 这个地方 过不到一击笔刹 再走近点 K-O NICE 解决了 这人真硬啊 精致没控 二十多发高爆子弹才搞定 只有恐慌 没掉六级东西 应该有精致枪 真的吗 粉色的东西呢 竟然是个配件 我郁闷了 激动的心情一撒而空 这收获也不算大呀 不过好像发现了致富秘诀 谁说来得晚就啥也捞不着了 那人完全就是免费的苦力 这里的箱子都被开了 金条肯定是想都不用想了 他还帮我叫了飞机 真是好人一生平安 哎呀 糟了 还有人 看方向应该在屎逼上面 正常应该是上不去的 肯定卡了bug 飞机是上不去了 温托起见 还得远路返回 可惜就连外面的箱子都开个干脚 来着一次收获就少得可怜 还在打我 还应该不是什么好枪 打我就那么点伤害 一点都不慌 这时避免不了 又跟空气进行一波斗智都有 必须充分吸取上次的教训 与我随时卡住出现的福底吗 哎呀 真来 当着我的面福底 震到我的眼睛是摆设 穷得可以了 有俩狗牌 他至少淹死一个 太不容易了 终于安全返回了 才54万 看人家动作就是100多万 我无地自容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再发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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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